大家好,我们要出发和累了,走喽 先放箱子 来,放箱子 还有吗 还有,还有一个小包 还有一个小包,拿过来 来,我来,我来 走喽 这样子 可以,可以 OK,听着懂 可以农下10个人的商风车 好大 前面两个,前面一个 前面两个 前面一个,这两个 我看这辆车的话,像是自己改装的 因为这边的话,火车不方便 没什么火车路线之类的 然后只有一些大巴和班车 甚至像这种商务车,用的范围比较多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跟他说,等一下 你跟他说,等一下 阿姨,再见 可罗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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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走了 坐了两个小时的车了 坐了两个小时的车了 我们来到服务区 这个服务区啊,真是跟 中国的一毛一样 基本差不多 可能全世界的服务区都一样 有着吃喝 WC的地方 有着加油站的地方 都是一样 哎 那我又长了见识 这是河内 这是一个餐饮店 好多人啊 刚才在那个盲地那边还是没什么能流 在这边能力的好大 就这样子吃饭的 都是小四方做 能多的话拼着一条线 这是啤酒 喝了个特产啤酒 我叫小马 来来来来 确实确实 确实 这个酒我说不懂是什么味道 我说不懂是什么味道 他知道好喝 怎么喝呢 我叫我姓牛 姓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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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的网名叫小马 大家都叫我叫小马 大小的小马 这是越南的火锅 然后加上配菜 大家看到吗 后面的话 停的都是摩托车 很少有电动车 在中国的话 到处停满的都是电动车 而在越南这边饭店门口 停的全部都是摩托车 最早之前咱们中国是自行车的王国 后来电动车有了 就变成电动车的王国 但是越南我不知道之前 是不是也都是骑自行车 但是现在的话 看得到越南是摩托车的王国 这种摩托车应该都是属于助力摩托车 不知道这种上面是放什么东西的 是做能的吗 那个铁上面 这车子 听说得5000多块钱一辆 这辆 这辆的话要1万多 人民币 也就是 要多少啊 3000万 3000万多啊 对 这辆车要3000万这辆摩托车 哇 各个都土豪啊 我刚刚从吃饭的地方一出来 发现这里有一个古老的建筑 大家发现这个建筑有什么不同没有 它是中文 全部都是中文 全部都是中文 这没有啊 还有还有还有其他吗 都有 是不是很多年了 是以前的话用的都是中文是吧 然后现在就变语 就越来越多给它改掉了是吧 你能看懂吗 都认识这一字吗 我有 啊 你会中文 这大概也会中文 对不对 对 对对对 很厉害 你是 因为 本 本美 本美山安康 大概您是 大概您是当地人吗 啊 你是当地人吗 本地人吗 我不是当地人 我去华建筑 我 你是属于越南吧 嗯 越南 我去越南的 正是越南的 哦也是越南的 哇那普通话讲到很标准 嗯 不可能 可是我也 也喜欢一些漢字 很少用中文来跟那些人沟通哈 所以说刚才一听到我们这里在讲 你就赶紧过来聊一聊 你们是哪 中国 中国 中国江西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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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也有没有啥时候去中国看一看 一定了 中国的城市也非常漂亮 如果我有条件一定到中国去参观有来 非常欢迎你中国欢迎你 他是导游 他是我们在当地群的翻译 啊 导游 里面的话 他是一个巷子 一个巷子 也算是一个步行街了吧 不是 老巷子 老巷子 哦 现在来到越南的 越南河内的城中村哈 路不是很宽 但车辆真的是多啊 到处都是车子 这是专门卖摩托车的地方 啊 这里还有兵分脊路 第一次逛越南的夜市哈 你看这车子 人流真的是大 这边的人都是挺瘦的 没有一个就是说很壮的一个 不管男生还是女 确实是哈 真的 真材苗条 在这里至少看了有一百多个人了哈 没有一个人说是有很大的啤酒肚之类的 对 全部都是很瘦一个 因为他们这边吃的饮食比较清淡 我们刚刚也去了 他们吃的那种纯蔬菜吃的 有可能 又不足 然后直接泡一下 卷一下 摘一下就吃 纯天蓝的蔬菜 对 看来你这次出来成长了不少 等一下 阿姨就跟袁总去帮帮家住了 我们就去住酒店 今天 袁总的朋友三哥安排了酒店给我们 我们也不知道住哪里 初次来到越南来到河内 这里 是越南的首席 但是今天晚上我们住哪里我们都知道 只有到了哪里 再看一下 出外靠朋友